地球两极美到窒息 但能够去探索和记录这份美的人 少之又少 幸好这本书的作者 摄影大师保罗·尼克伦做到了 我们也因此可以欣赏到这本 《生于寒冰》当中 他花了15年的时间 拍下的上百张绝美照片了 这样我一边翻一边给你介绍 你就一边看一边听好了 这本书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照片和故事都发生在北极 第二个部分是南极 以大幅的图片为主 摄影师的文字故事为辅 真的是恰到好处 你看这张照片 冷卵的对比北极熊好奇的目光 本身就自带故事 坐在书桌前的你 仿佛就是那个被北极熊盯着看的目标 你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什么来了吗 我看到的是爱 是被激发起来的生命之间平等的爱 你看几乎每一页都是这样的排版 翻看起来超级治愈 很容易就能够把你从当下的焦躁 不安苦闷当中拉离出来 重新开启了一道宁静的思考之门 非常难得啊 独角精们会在捕食的间歇 把他们的长牙放在彼此的背上休息 这是怎样的一种兄弟情谊 在南极的罗斯海上 地企鹅们会潜入海中去捕食冰鱼和林虾 这是出于怎样的爱 才能把自己埋入寒冰当中拍下这一瞬间啊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这是探险家的勇气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保护的世界 推荐给你 生于寒冰